先来看解放第四部柏林之战 上期砍到苏军在1944年6月23日 在白俄罗斯发起的巴格拉纪昂行动 苏军从四个方向上展开进攻 击溃了住手在白俄罗斯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 收复了白俄罗斯全境并且跨入了波兰境内 到了1945年初 北线苏军向东普鲁士进军 中路进入了波兰 南线苏军也将德军赶至了奥地利 经过了三年多的浴血挣扎 也快到了上门拜访希特勒的时候了 而在西线战场1944年6月6日的霸王行动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 先后一窝蜂地涌进来超过500多万人的盟军部队 东西两线夹击之下的德军 似乎已经看到了末日的到来 对于苏军而言 收复波兰在直倒黄龙 攻入柏林胖揍希特勒 想想就让人激动啊 从地图上看去似乎也挺简单 但到了现在 整个欧洲战场之上 已经不只是他们在盯着柏林了 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闲话不多本期开始 相比于东线战场 希特勒在西线的兵力部署非常薄弱 诺曼底登陆成功后 盟军马不停级的迅速攻下了法国比利时等国 将战线推进到了法国和德国的边境地区 此时的希特勒坐不住了 东偏七宿的集结了20个师 约25万士兵 在阿登地区发动了一次突袭 希特勒也清楚眼下局势 此次的行动他也没有打算赢多少 只是为了增加后面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顺便压一压在西线躁动不安的想要收拾自己的盟军 然后抽出手来专心对付东线 阿登战役爆发后 丘吉尔就给斯大林拍了电报 希望苏军能在东线再搞点大的动静出来 也能缓解一下西线紧张的局势 而此时的苏军也正在酝酿一场大的战役 只不过总参部将行动时间暂时定在了1月20号 斯大林仔细琢磨了一下眼下局势 权衡利弊后下令 将原本的计划提前了8天 也算是给丘吉尔卖个面子 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大算盘 1945年1月12日 东线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打响了 此次苏军共有16个河城集团军参加 总计兵力达到了220万人 他们面对的是德军的A集团军群 总计兵力56万人 此时的苏军不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 都占有极大的优势 此次战役分为两个阶段 从1月12日开始到17日为第一阶段 苏军的主要目标就是突破德军防御 最大限度的消灭面前的德军集团军群 为后续推进减少阻力 创造有利条件 德军精锐此时已经消耗殆尽 所以苏军的进展比较顺利 在1月17日收复了华沙的大部分区域 曾经战乱四处逃难的华沙市民 也开始陆续的返回家园 德军A集团军群被击溃 但少数的零星抵抗依然存在 朱可夫随着后续部队进入华沙 途中遭遇零星炮击 进入一处临时团指挥部躲避 团长还在睡大觉 朱可夫询问战斗进展情况 团长支支吾吾的打不上来 一旁的参谋官倒是对打如流 朱可夫见状直接掳掉了这位迷糊的团长 升任参谋官为新任的团一把守 此时朱可夫的第一方面军突破华沙 通过罗兹并且越过了波兹南 继续向西推进 沿路遇到的小谷城防部队一律无事 留给后面的苏军来清理 而这些小谷力量德军看到坦克集群 也不敢过多造次 甚至直接选择了跑路 第一方面军的先头突击部队 已经突至距离柏林160公里远的地区 另边在柏林总理府内的希特勒 两眼无声地望着天花板 或许他已经嗅到了老毛子身上的杀气 在场的众人都清楚 苏德坚的战争已经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说直白点就是一旦落入苏军手中 那就是亡国灭种的下场 他们都清楚自己对苏军做了什么 现在也算是因果轮回吧 相反他们倒是希望落入盟军之手 至少能留点种子 古德连告诉希特勒 盟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 距离柏林只有60公里的奥德河南岸 希特勒脑袋一蒙直接炸毛了 结局或许他已经想到 但真正面对的时候却让人难以接受 而古德连下面的话却让希特勒又精神了起来 古德连说我们还可以反击 但要找个人联系西线盟军 让他们缓一缓攻势 我们就可以将西线的兵力调回东线抵抗苏军 画面一转苏军一方面军指挥部内 参谋长马丽宁向朱可夫汇报了 总指挥部下一步行动意见 希望一方面军能在2月15日开始向柏林发起进攻 朱可夫犹豫了一下正要下令起草命令 马丽宁接着又说道 根据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最新侦察情报 这几天德军又有了新的增援部队 特别是现在的右翼德军 又增强到了16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师 朱可夫听到后犹豫了 询问了现在一方面军的现状 副司令说奥德河贪头阵地 德军正在拼死反抗 我们各式的兵里只有50%左右 而坦克旅的情况也很糟糕 每个旅平均不到40辆坦克 显然经过了20天的连续作战 后勤补给也出现了问题 整个一方面军似乎到了强弩之末 急需休整 柏林就在眼前 但也是最后一块难啃的骨头 朱可夫冷静了下来 进军柏林肯定是要打 但不是现在 他最终下令暂时停止了进攻 1945年2月4日 英美苏三大巨头在克里米亚半岛 一个叫做亚尔塔的小镇上再次碰面 这次碰面就是著名的亚尔塔会议 又称分蛋糕party 这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一次三巨头会议 此次会议上 他们一致同意了对德实行分割而至的政策 而这次会议的协议 是在其他同盟国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签订 在当时作为同盟国之一的中国 对此毫不知情 在会议中他们达到了自己的利益协定 却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了我们的主权 2月10日诸可夫向斯大林提交了攻占柏林的计划 但到了2月18日 大本营却下达了停止进攻柏林的决定 虽然此时苏军已经开始对柏林实施包围 但在北段的罗科索夫斯基 封面去援助在东普鲁市的第三方面军 这就导致了包围圈出现了缺口 为了更周全的围困柏林 也只有等北段的东普鲁市战局稳定下来再做计划 东普鲁市战役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 它不仅是德军的东方前哨 还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国家经济地区 这一战中总计歼灭德军25个师 德军海上交通线被完全破坏 1945年4月1日诸可夫飞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 斯大林拿出了一份报告 报告中提到盟军正在准备进攻柏林 而且显示德军有意倾向盟军之意 斯大林没有再多说什么 但言下之意我们的进攻时间也到了 诸可夫先领神会 随即召开了军事会议 根据情报显示 盟军部队只开到了一北河附近 距离柏林100公里的地方就停下了脚步 德军在防守盟军的区域只投入了60个师 却在苏军的进攻方向上 投入了超过100万德军部队 柏林看似唾手可得 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为此苏军准备了近260万兵力 600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 42000门大炮 7500架飞机 以及143盏强力探照灯 柏林城内的希特勒也没有坐以待毙 苏军进攻在即 轻死一战不可避免 早在3月20日左右 希特勒就任命了 有着东线防御大师之称的海英西里大将 担任维斯瓦集团军司令 来负责组织对苏军的防御 受命之后 海英西里迅速在奥德河与柏林之间 建起了三道柱雷型防御攻势 整个柱雷地域纵深达到了30到40千米 总兵力包括48个步兵师 6个装甲师 1500辆坦克 10400门大炮 以及3300架飞机 这是他们在柏林的最后力量 除此之外 柏林市内还组建了200多个人民冲锋队营 作为预备队 吓到能拿起枪的孩子 尚致能拿动枪的老人 全民备战 颇有当年苏军坚守斯大林格勒之势 只不过这是他们自取灭亡 不愿苍天 柏林的守军规模也超过了20万人 4月12日 米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病逝 知道这个消息后 希特勒非常兴奋 总算熬走了一位 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就在他们为此庆祝的时候 4月17日凌晨3点 苏军的进攻开始了 万炮齐发正天动地 德军阵地顿时被硝烟掩埋 据统计 此次主攻方向上 共投入了6500萌大炮 和1100萌卡丘沙火电炮 总计投弹量超过了4万3000吨 也就是说 在主攻方向上 每公里投放了350多吨弹药 猛烈的炮火过后 近千两坦克排成纵队开始推进 乌拉的口号再次响起 被炮火伺候过的德军 已是伤痕累累 最终经受不住苏军狂潮般的冲击 开始向柏林市区方向推却 4月20日 朱可夫的突进部队 在泽洛夫高地进攻受阻 柯敬夫下令 由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 从南面向柏林突击 当提到进攻柏林的时候 柯敬夫的表情都显得有些猙獰 而就在当天 希特勒在手下的安排下 度过了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party 艾瓦也陪在他的身边 这一天他正好56岁 格林 习姆来 鲍曼等等希特勒的情信都到齐了 这是大家最后一次聚集在领袖身边 希特勒安静地看着自己最辉煌时期的影像资料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此时手下来报 苏军已经开始炮轰总理府了 希特勒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压下了本应该炸毛的情绪 心里或许在想 最后的时间到了吗 4月21日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已经开进柏林外围地带 坦克行驶在小镇的街道中 大街上空无一人 如果出现的话只会是德军的反抗力量 柯涅夫的坦克在行进的过程中 屡带被地雷炸断 为了躲避炮击 他们将坦克直接倒进了一处明觉内 柯涅夫打算在这里找点吃的 随后便发现了住在这里的一家人 影片中给我们展现的场面非常和谐 或许可能也是这样 但根据某些资料表明 苏军在那时候的表现 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淡定 至少应该是这个样子 4月25日 苏军的第四坦克军从南面包抄柏林 攻入了波兹坦 也在这一天 第二坦克军团从北面包抄柏林 4月26日清晨 在柏林上空 苏军的数千架飞机再次投下了 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和汽油弹 可能因为现场太过惨烈 影片没有给我们展现出来 由于有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经验 苏军战士知道如何去攻占一个城市 他们在进攻前 首先用火炮和飞机对目标地域进行轰击 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 一小段一小段的前进 4月29日苏军坦克攻占了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动物园 士兵俘虏了一只猴子做战俘 而这里距离希特勒的国会大厦 也只有2000米的距离了 同时本期视频 解放第四部柏林之战也到此结束了 至于登门拜访希特勒 导演则放到了解放第五部 最后一击来做专门演绎 整个柏林会战 苏军共计消灭了德军70个步兵师 23个装甲师 100余万人俘虏了45万人 几乎每两个德军中就有一个人被俘虏 而苏军也在这最后的战役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伤亡高达30余万人 战后盟军艾森豪威尔说 他之所以将柏林让给苏军 是因为他知道柏林一役 将使盟军至少付出10万名士兵的生命 此言显然是他的本意 而苏军或许也知道这样的结果 这虽然是个坑 但他们也到了不得不跳的时候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下期将使苏军激战柏林室内 和希特勒最后的美好时光 我们下期再见